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暴震传感器二电路间歇性故障组二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到其拉姆福特GMC雪佛兰大众丰田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在我面对存储代码P0334的诊断的时代 它已经表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检测到发动机排第二个的间歇暴震传感器信号 暴震传感器二的名称可以表示特定的传感器 采用多传感器配置也可以指向特定的气缸 气缸组二是指不包含第一缸发动机的气缸组 请咨询可靠的车辆信息源以获取有关车辆的暴震传感器系统的配置 暴震传感器通常直接拧入发动机缸体 是压电传感器 多传感器系统中传感器的位置在制造商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大多数都在模块的侧面 在水套冻结塞之间 发动机缸体侧面的暴震传感器通常直接拧入发动机冷却液通道 当发动机变热且发动机冷却系统处于压力下时 卸下这些传感器可能会导致热的冷却剂严重灼伤 在卸下任何暴震传感器之前 请让发动机冷却并始终正确处置冷却液 压电传感晶体位于暴震传感器的核心 当振动或振动时 压电晶体会产生少量电压 由于暴震传感器控制电路通常是单线接地电路 因此由振动产生的电压被PCM识别为发动机噪音或振动 压电晶体在暴震传感器内部遇到的振动的严重程度决定了电路中产生的电压水平 如果PCM检测到表示火花暴震的暴震传感器电压值 它可能会延迟点火证时 并且无法存储暴震传感器控制代码 如果PCM检测到暴震传感器电压电瓶表明发动机发出更严重的噪音 例如连感接触到发动机钢体内部 则它可能会中断向受影响气缸的燃油输送和点火火花 并且暴震传感器代码会被存储 发动机运转时 暴震传感器始终会产生非常少量的电压 这是因为不管发动机运转的多么平稳 都会产生少量的震动 如果PCM检测到来自暴震传感器2的意外信号 例如电池电压 电池完全接地或脉充电压 将存储代码P0334 并且没有可能会亮起 相关的暴震传感器 电路故障代码包括P0324 P0325 P0326 P0327 P0328 P0329 P0330 P0331 P0332和P0333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存储的代码 P0333 P03 可能表示严重的内部发动机故障 因此 必须以某种紧急程度加以解决 该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发动机性能下降加速时的呆滞 发动机区域发出大声噪音燃油效率降低 原因设置该代码的潜在原因是 暴震传感器不良 S内部发动机故障点火失火 S燃油受污染或不合格暴震不良传感器控制线路和 或连接器PCM错误或PCM编程错误诊断和维修程序 要诊断代码P0334 将需要诊断扫描仪 数字福特 欧母表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如果发动机听起来像是在暴震或噪音太大 请在尝试诊断任何暴震传感器代码之前解决该问题 请向您的车辆信息来源咨询技术服务公告 TSB 该公告于所出现的症状和所存储车辆中的代码相符 如果您遇到的问题是常见的 正确的TSB可能有助于成功诊断 遵循TSB中的诊断步骤 您很可能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我想从视觉上检查所有与系统相关的线数和连接器开始 我正在搜索可能会造成开路或短路的烧毁 腐蚀或其他损坏的接线和连接器 暴震传感器通常位于发动机钢体的下部 这使得它们在更换重零件 如启动器和发动机支架时容易受到损坏 在附近维修期间 系统连接器、接线和易碎的暴震传感器经常损坏 将扫描仪连接至车辆诊断连接器 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并冻结车架数据 写下此信息已用于诊断过程 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以查看是否被复位 如果P0334复位则启动发动机 并使用扫描仪观察暴震传感器数据 如果扫描仪指示暴震传感器电压 不在制造商规定的范围内 请使用Devam测试暴震传感器连接器上的实时数据 如果连接器处的信号在规格范围内 则怀疑传感器和PCM之间存在接线问题 如果暴震传感器连接器上的电压不在规格范围内 则怀疑暴震传感器有故障 其他诊断注释 带有多个暴震传感器的系统的布置方式 在一辆车与另一辆车之间是不同的 请小心按照所显示的代码 使用正确的暴震传感器 当卸下旋入发动机冷却液通道的暴震传感器时 请当心加压的高温冷却液 请看下证换